在外籍老师活泼的带动下 学生大胆说英文 花莲品格英语学院的老师 用有趣的游戏和歌谣 提升学生对学习英文的兴趣 有这样的手势与这样的活动的话 可以让课程上得更好 然后更快甚至更开心 孩子的专注度提升很多 因为透过游戏加深加广他的印象 他们可以感受到那种学习的乐趣 围棋周的课程品格教育就占了七成以上 老师引导学生利用诚实语 写下曾经犯过的错误 随即投入碎纸机代表跟过错道别 很开心因为可以让我学到 说谎不要再犯 他们会很直白地讲说 我怕被骂 怕被打 所以我选择说谎 但是我们会告诉他说 当你今天说谎被发现的时候 那个后果是很难去换回来的 所以你必须要来更勇敢地 承认自己的过错 当他们拥有正向的学习态度与热忱 将成为影响他们一生的关键能力 大约新闻林斯文 邓明 花链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